另外,教委員講到獄警罪和警察形象的工程 最近確實有報紙轉載到我接受電台的訪問 我必須澄清,作為警務處長 我都明白市民對於警務人員濫權的憂慮 所以我當時也講到獄警罪是現在我們面對一個階段 需要這個立法 當我接受訪問時 我曾經記者問我,何時才會到這個階段 我便說,第一,作為警察,作為一個執法者 我覺得應該受到尊重 亦都希望市民和警察能夠做到互相尊重 這是一個大前提 但是,如果做不到的時候 那怎樣呢? 做不到的時候,我們就透過訓練 要求同事能夠做到克制 透過提升他的EQ和AQ 變成了對於處理的問題更加好 但是我說,你怎樣提升都好 如果有假設性 當一個情況惡化到 根本同事沒有辦法有效執法 我說的是有效執法 有效執法不是單單講同事的感受 當然被人侮辱不會好聽的 因為將你早早十八句都說出來 所有動物可以形容得到 形容不到 所有身體的部分 講得好難聽 講得不難聽都會說出來 絕對不好受 但這個不是一個是警法 其中一個是唯一或者主要的考慮 其實最主要考慮就是 執法人還能夠有效執法 當時我們講到 每天我和大家也講到 我們同事和市民有紀錄的工作 接觸一萬三千多次 你可以想像 如果一萬三千多次 每一次接觸都被人罵到 口氣臨頭的時候 你想想還可不可以有效執法 還有沒有人會信 警察象徵了一個公權 公權還可不可以行使呢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社會就是必須要政治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我不是說 因為我是鷹派 所以我特地要挑釁市民 然後講講都不對 以言入準 絕對不及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 警務人員作為執法者 能不能夠繼續有效執法 這個執法是為整個香港社會的執法 不是為個被的人做的 不是為那個警務人員自己自身 肯定不會為我作為警務處長 這就是慾派方面 警察形象工程 確實重要的 大家在座 可能都在社會服務了很多年 大家親眼見證到 警隊一個幾十年的發展 我自己在連警衝突 一路走到三十多年 我親眼見證到警隊的發展 我是覺得非常自豪 今日警隊在世界上 警隊是排在前列的 不是我們只是趨水的 是國際統計 最近也都有 就是統計 我們所有國家的大城市的警隊 可以排位排第四 作為一個彈圓之地 作為一國兩制 你沒有國家的機構去支持 你靠你自己和香港人的努力 能夠去到四位 我覺得非常之真正 這個形象 是不是市民都知道呢 市民不需要知道香港排第幾 但我覺得市民最需要知道呢 就是其實作為執法者 他是為社會執法 不是為國際執法 當然有同事做得不好 歡迎大家提出意見 要改善 我一直都要同意 今天我們買了 我們來買這張 你們去買 我們去買 我去買的 感谢观看